还请三殿下明天一早再来吧 本王就在这里 等父皇回来 你先下去了 是 三殿下 你还有脸回来 你就不怕朕一怒之下斩了你 不枉 这么多年来 朕待你如亲子 可曾亏欠你一丝一毫 到头来 你又欺君妄媒来回报朕吗 儿臣对吧你 你和马摘星到底有什么过往 我与摘星从小便相识 因下后多位命案 主下多年来的误会 再见面时 儿臣以视他为陌路人 从未念及旧情 对他心软 直到不久前 他被罚归太妙 那时儿臣才发现 他当年是身不由己 他腿上的救急 是因为儿臣才造成的 儿臣愧疚于他 儿臣承认 为了护他而入狱 对他好 除了谨遵父皇之命 安定马家军心 还带有对摘星的真情 你终于承认了 你对马摘星存有私心 朕的好儿子 你还真是重情重义 父皇 父皇 儿臣曾经挣扎过 也曾想斩断对他的勤奋 但他为了儿臣 做出种种 秦深义重的事迹 儿臣无法视而不见 才会违抗皇命 承认狼仔的身份 朕看不清了 那儿臣错了 倘若有一天 朕命你去取马摘星的命 你又该如何 倘若如此 儿臣只能听命 朕命你去取马摘星 起来 看来绰魁已对我放下戒心 起来吧 还想抗病啊 醒了 起来吧 起来 起来 放心吧 只要马摘星和马家军 永远能忠惜于朕 朕又何须为难你呢 要怪就怪朕 赐了你这个婚 逼着你从不甘愿 到如今为情所困 是儿臣不该有所隐瞒 父皇 父皇 父皇或许又要为难你了 我父皇 承给他 朕安排在马丰城身边的眼线 给朕送来了密函 昔州酒楼的那对妇女是坚决不能再留了 叶煞在奎州酒楼露了像 那儿 那个掌柜的发掘 他们就是灭门当日住过酒楼的那些人 幸而马丰城并未起疑心 但是在这个掌柜这儿 不能留下任何证据 是儿臣的错 不 此事涉及马鹰之死的真相 你必须亲自去办 朕才放心 一个小掌柜的 完全可能燃起冲天的大火 不能让他们一家再见到马丰城 这才是最稳妥的 儿臣领命 哎呀 恭贺陛下 三殿下毫不犹豫地接下了此项任务 纵然对马摘心动情 也无损对陛下之忠心哪 怎么了 陛下 对三殿下还是有怀疑之心 朕是没有把握看清了 如今这世上除了朕 还有一个人 对柏王更加了如指掌 是时候该把他放出来了 眼下只有他才能替朕确认 柏王是否还忠心如亡 不行 我等不及了 我要进宫一趟 我要进宫一趟 郡主 这恐怕不妥 郡主 皇王殿下回来了 好 好 我让她们去做 好 好 我希望你担心 如果我不能 你能不能走 好 我讓她们去做 好 好 我能不能走 好 我 Says 掌柏王殿下云 陛下生气了吗 责罚你了吗 只是 只是什么 你快说呀 陛下只是把 这几天繁重的朝物 全都交给了我 让我将功赎罪 陛下他重情名礼 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 早知道事情进展得如此圆满 你们俩就应该在奎州城 能多待几日 说不定就能吃到奎州城 第一大厨方掌柜的拿手菜 我特别特别爱吃 他们家的红烧鱼 我现在都有点饿了 好 下次我们去奎州城的时候 一定带上你 让你见见方掌柜和红二 好啊 可不可以吃十条鱼啊 当然可以 想吃多少条就吃多少条 谢郡主 展昕 一路奔波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殿下 那你也早点休息 马静 在 带郡主回去 是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走了 殿下累了 郡主 好久都没见到方掌柜了 红儿现在又长高不少了吧 是啊 这次在奎州城 陛下又难为主子了吗 没有 陛下只是发现了本王与王妃的过往 但陛下下令 让前去奎州城 除掉酒楼老板方掌柜和他女儿 以防事情败露 酒楼老板妇女 是郡主口中所说的 方掌柜和红二吗 就是我们背着主子行动事 所抱的那家酒楼 莫消斗胆 此次然差对象是郡主的旧相识 但是 也与主子有过几面之缘 真要痛下杀手 或者 或者咱们可以想个办法 来消除他的怀疑 竹子 此次行动您无需出面 由我等三人置信即可 此次任务不许失败 是 是 竹子 明天一早前往奎州城 海爹留下了 以免摘星起义 是 有些人 是 几个人 有些人 在哪儿 是 这 在哪儿 有些人 是 姚姬 五年没见了 姚姬见过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亲来探视 不知是否想给姚姬 将功赎罪的机会 是朕听错了 你竟然愿意承认五年前 是你的错 五年前我与伯王争夺叶煞之手 输得不甘心 便要取他的性命 被殿下识破 姚姬自作孽 罪有应得被关在这地牢里 姚姬 如你所料 朕要放你出去 姚姬谢陛下 朕怀疑伯王 毕安